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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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还有一个是炎帝 但炎帝我也很奇怪 就好几个地方同时在寄 所以这我也想待会问徐老师 这个炎帝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这么多地方在寄 不知道 然后呢还看到一个新闻 我也可以还想跟你再讲一下 说六月份要攻击这个福西市 是在甘肃天水 福西是什么路 福西 福西是不是跟女妈那个交尾的 那个 我也搞不清楚 然后我重要的信息是这样的 说他们要在全球选拔攻击人 然后你只要是热爱祖国传统文化 就可以报名 所以我想你可以申请一下 当这个攻击人 为什么要全球选拔呢 这要彰显这个传统文化 我想是这个意思吧 他是想选一个什么样的 像那个奥运生活点火人那种 小漂亮姑娘啊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它有具体的条件 但是比较宏观 就是说要热爱祖国文化 对这个文化有认同感 还要有什么财 财貌双全 这个倒不是我说 选美了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条件 你可以去申请一下 看你那么选上吧 你说炎帝 我前一阵在西安 听俩人还在那饭桌上 就骂起来了 就说皇帝就在这了 就说什么 好像河南又弄出过皇帝 然后说炎帝呢 闪南 我也听不懂他们说的那个地名 反正互相在展开骂战 明明是我们这边的 多少年都是我们这边的 那修个庙就算你们的了 就好像把祖宗当赶集的似的 我觉得 地方政绩 那都是为了发展旅游啊 什么东西 好好地实实在在的人 你倒反而看到很少计 什么叫实在 韩瑜啊 柳宗元啊 王安石啊 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 李白啊 杜甫啊 这一类的计法而少 计的都是传说人物 你看 对 家大空 对 薛老师说这个我特别有同感 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就很奇怪 因为我们觉得学的历史的时候 都说传说中 皇帝 皇帝长什么样 这都是大家瞎想出来的 所以现在搞一个实在再来记 所以我就很奇怪 我想可能是我学问不够 所以我本来想来请教 文靠和薛老师 我说这个皇帝和炎帝 到底是人呢 还是神 我现在搞不清楚 对啊 这个是上古传说中的人物 真是很难考核 三段代工程嘛 不是 这是科学 就是考古学界 科学界专门有个三代工程 夏商周 对 那周呢 当然是确定的 大家都知道 商呢 就是有文物为证的 那夏呢 都是口传文化 到现在没有实际的证明 夏的这个东西 我们不能说没有 我们只能说还没有发现 对 这病人教我一招 所有中国古代的东西 千万别说没有 只是说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我还没看到 我们那个山东老家 张秋啊 好像他们跟我说 大顺 是我的老乡 我也要记啊 六亿神州 皆顺饶 对不对 所以咱们都在心中 而且我们个个是炎黄子孙 不都说了吗 现在他这叫什么文化搭台 祖宗唱戏 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啊 越虚越好 越远越好 是 不过你说这算不算文化 那天 扎老师在这还聊呢 说 他现在又觉得呀 这事是不是真的就像咱说的那么假大空呢 就是说 现在中华文化的很多仪式都崩解了嘛 都都都没人提了 那么 现在不都要恢复吗 复兴吗 那第一开始弄的时候难免有点做作 但是呢 会不会几代人 一百年以后 习惯成自然 慢慢的咱的子孙 也就认认真真的祭祀 好像中华民族是不是有个交汇点了 不 假如说实实在在考证出唐代的服装 而有一天很多人热心的自愿的 自愿的 不是强迫的 自愿的会试着自己去买一套 办一个像俱乐部 有一天的活动 这一个地方全部用唐代的生活方式 考证出来的实实在在的查啦 或者什么东西 那这种活动我觉得就是有意义的 而那种政绩工程秀 现在多少公里的那个龙啊 那种地方的东东弄一个皇帝 陕西的皇帝 西安的皇帝啊 我觉得那种现在就是 以政治名义啊 这个好像我们中华文化的传记 其实都是经济工程 就地方 你知道每个地方现在都要发展旅游业吗 大家都拼命想 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 你西湖你天然就有了 你长城天然 但有的地方没怎么办呢 各级党委啊 就请人群策群立 我知道江苏有个地方 他们这里最后算来算去说没什么 后来他们找了学者 学者说沙家帮就发生在你们这里 所以你们就是找胡传奎啊 你们就找阿庆嫂啊 结果他们果然搞了一个沙家帮的这种主题公园啊 让人家到那里去坐船啊 然后喝那个阿庆嫂的什么什么 发展旅游业 对好像还招一些阿庆嫂是吧 招一些说 我看你行 我还对那个还真不是很熟悉 说句老实话 但这类现象林林总总合起来就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浮躁 古为今用 急功近利 急功近利 就是还在林彪那个给毛泽东那个序言写的那几句话 嗯 怎么来说的 什么 急用先学啊 立竿见影 在用之上很下功夫 嗯 就那几句话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读书无形当中都在贯彻这个林彪的读毛主席语落那几句话 就什么东西在用读的时候就想到用 这其实是读书人的大忌 对不对 就是说是很功利性的 对很功利性 没有用我就不读了 嗯 就是 所以所有这些古代的祖宗的东西他也都是想着马上来用 嗯 你比方说你实实在在纪念一个文化人物 他可能老百姓不知道啊 可能上面拨款拨不到啊 可能还说这个人物怎么评价啊等等 黄帝 谁敢反对啊 谁不是炎黄子孙啊 对不对 这个我倒觉得他像你刚才还说起那个龙是怎么回事 对 刚才我想说这个就是我也是刚刚看到这个他是在河南新政市 对 他那个号称是要耗资三亿要搭建一个21公里长的一个龙 那个网上 公里啊 21公里 天哪 然后他是在一个山上 然后网上网友就直接称呼他为叫叫水尼龙 因为哎 因为他是要要建的一个很长的实际上我后来看明白了他就是要建一个旅游文化区 因为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配套的一些就是等于商业策那个营销的一些策略 比如说你企业出钱了我就可以在那个龙的那个林上刻企业的名字 这他的一些那个当时他的那个规划里面的当然先被停了啊 当然龙头企业你就可以在龙头上刻你的名字 所以这实际上还看出了还是充满了一种商业的味道 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比如说他对对环境的这种破坏啊或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这够多恶心的哈 这样吧还得刻我那天就看那个西安的碑林 你就可以看到你现在有些碑啊 我就觉得有些游客呀名垂千古了 你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的碑已经保护就封起来弄上玻璃 然后你看看不定前些年的时候是吧 许子冬到死一游就跟着言真卿的字就刻在石碑上 我一想这位也真是千古留名了 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心态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就是到处刻自己的名字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就我用文就画住了你 他们吃下广告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现在啊 好多都是多快好省的问题 你知道急 就是说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哈 老师我那天看本书说中国从这个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有一个主题就是来得及与来不及 比如说一种人总是说文化那是需要岁月积累的 不是说你好比前一阵有人聊深圳 深圳现在急迫的需要我们要成为一个文化的城市 那怎么就有文化了呢 哎呀咱们找作家来来演讲 咱们多演芭蕾舞 咱们多听交响音乐 当然这是丰富文化生活 可是是不是就是咱们说的你毕竟这个城市要叫我在我也深圳市民呢我觉得他就是年轻不用着急他自然会形成一个我参加了他们那个会就讨论深圳文化怎么来显示我们的历史就我他们也考证出这五千年前深圳也有人类的甚至要有历史吧 后来我就说你别想五千年前了 你就是现在这些豪宅啊卖的很贵的这些楼盘下面刻一个杯 二十年前解放军工程兵几师集团在这里开发 就行了你得感谢这些开荒岭南牛啊 这些这些这些开荒的工程兵现在有的发的有的很苦住在深圳 很小他们根本住不起这个房子 你说你现在豪宅下面说一个杯这个地方二十年前就是一片荒地 我说你们就搞点这样眼前的历史吧别搞什么五千年前 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深圳的问题跟全国其他的都城市都一样 就是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叫城市营销 每个城市都要打自己的那种 他要抹掉这一层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如果单纯先抛开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层面不谈 我们就讲你的营销 但你如果都打这种历史牌反而没有特点了 说我们都现在一想去陕西河南都是觉得都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个故里 对对对 实际上每个他反倒特色倒没有了 但是深圳我觉得他特色就是年轻有活力 你如果抓住这个特点也是很好的 这是他的城市名牌 我们何苦都要去从祖宗上那里去占点什么便宜呢 严重的缺乏创意 你知道吗 就是咱们目前人家为什么说你这个民族 你现在的产品为什么都是抄别人的 你就很严重的缺乏创意 你看你们拍电影的包括这些作家 哎呀你就会感觉到天哪 不至于这么缺乏创造力 不过我觉得说缺乏创意 有一个城市倒是很有创意 我感觉到那就是湖北相反 最近我不知道徐老师注意到没有 是在也是在四月份 搞了一个诸葛亮出山一千八百年的纪念活动 我觉得这特别有创意 诸葛亮活着吗 诸葛亮出山一千八百年 那本来梁朝伟要演诸葛亮 现在他演周瑜了 诸葛亮要金城勿言 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的是什么 然后他那个活动策划的时候 就组委会的人员说 当年诸葛亮出山的时候 改变了当时的军事状态和政治状态 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是一个特别影响格局的大事 所以如果我们不搞这个活动 愧对历史 愧对现实 愧对中国文化 对 有四个愧对 我记不住了 所以我跑去演马术 对 有一阵不是大学都在争论 就是说百年吗 本来都是几十年的历史 怎么都出来几百年 北大你是一百年吗 都扯定起来 到后来好像湖南那边一大学说 我们就四百年了 朱熹的时候 月禄苏月 是吧 我们的校史应该四百年了 那不止四百年了 我听他们讲 一千年了 山东大学说 那我们校史已经两千年了 孔子的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首院校长 孔庙我去看过 哎呀真惨 对 许老师好像去看过 你那是什么感觉 我的 第一很感动 他很多这个历代修的 很多的阿燕西 但是呢 他其实里边只有一个地方 是真的孔子当时 他们家族住过 孔子 孔子 他们那个当时住过 拼命找不到 拼命找不到 最后反复问 找到了一个院 他没有特别标出来 这真是 而这个院呢 现在在拍照 就是你可以穿 彩色的衣服 在那里拍照 但是这个院呢 有人旁边就在教你 马上就有人 算命的人在旁边教你 专门教你什么 怎么考大学 怎么考试 所以又是一个很功利的事情 就是啊 你说多可笑啊 你在那里 他拿钱 他就说 你看 他一看你的眉毛 一看你的额头 你能考到什么什么 你报清华 你就亏了 你得报伯克雷 你说他还结合地方 他在孔子 孔子 然后进去以后呢 就有一大批的导游 跟着你 要帮你做介绍 就是要帮你做介绍 他们几乎像讨饭一样 这是很可怜 导游 后来呢 后来呢 你实在是不忍心了以后 你看他们只是那么可怜 你最后要了一个呢 他就不跟你讲孔子了 他就说 你看那三环嘛 那个代表什么龙啊 那个代表怎么发财啊 都是讲那个东西 所以整个由 就是感慨万千 就是我们的文化发展到今天 最后就是出来 我的一个朋友就说 最后到了门口 看见一个彩色的塑料的 半圆形的柱子 曲夫是什么密钥科医院 专制什么男性 我就是想不通 我怎么也想不通 罗浮宫门口会有这么一个塑料的彩色的 这种塑料彩色的东西 出现在文物地方 已经很好笑了 但是我跟你讲 徐老师 他有一个问题挺不好办 就是说 像上次闻道到北京 他就说 看见鼓楼 他觉得很惋惜 就是在外边弄一个牌子 画出一脸 让游客出来照相什么的 他说鼓楼不是很好吗 还弄兵马俑 对 不知道真的假的兵马俑 我在全国很多地方旅游都见到 就是坐拥宝山 但是他不知道 你这个比如说明朝的建筑 你就是你的宝 可是他当地政府觉得就不够 于是他要在这个寺这建立一个大的游乐场 这是他的规划 破土动工 大游乐场 可是我告诉你 他有某种现实性 的确是这样 这个游客 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弄的全是假的 建的 规模很大 但是这个地方的门票收入 的确是高 就是说 那就是民众有社会基础 是吧 不是 你民众你真到了明朝的庙 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过瘾的 这个破房子 他还不如到那边坐过山车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只是一部分人 真正的这种如果我们怀着这种什么追溯祖先文化 这种一些人会觉得特别失望的 但那是手术 大部分的五台山 我就跟北京的一些学者去五台山 最旺的那个庙是新盖的 很多人在拜 求财神 新拜的 他们说他们灵 我转过去后面螺丝钉都看到 就这个神像后面螺丝钉 但是后来我们要找唐代 真的有一个唐代的那个 很难找 找到那边只有我们几个人 就是说没 你说这个这个民族 到了个怎么回事 就是说唐代的东西没人看的 最最最 你你现在讲讲孔子吧 最近论语有两本书 对 虞丹有一本 李则后有一本 多少人看李则后的 是李则后还是李灵 李则后 李则后写了一本新的 新论论语的书 所以这个咱这个土地 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东西 所以没办法 你说 徐老师说这鱼蛋 我又想起那个 那个义中天老师 这个学术明星 就还是刚才那个相反 这个诸葛亮出山一千八百年 请他去了 然后 主理 然后还有唐国强 唐国强好像是老 诸葛亮 对 所以你会觉得 这倒是挺的蛮 阵容很强大 但是你会觉得 总是有那么觉得 不太协调 看了这个活动 然后还有一个 然后我一看网友的 就是把这个相类比的 还有一个什么 是在成都一个庙呢 还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呢 拜这个刘备为邪神的一个活动 他有 邪神 对 这因为什么 就是说好像考证出来 刘备当年饭吕 就是饭就卖的 卖邪的 现在自协场要以刘备牌 对 求协 中国名牌 你要说没创意 我觉得你也委屈他们了 也很有创意 刘备成邪神 对 这没听说过吧 天哪 就邪将的祖师爷 应该是刘备 对 对吧 木将的是鲁班 对 创意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来 徐老师 这不能光破 还得讲讲建设性的 我 你们就要讲要这个话题 我昨天晚上就在想 中国什么地方传统文化 保持的比较好 你们想想看 台湾 对 台湾 如果台湾不算的话 台湾不过现在也不灵了 现在去 台湾不算的话 就是香港的新界 香港的新界 真的就是 我学校旁边就有个村 他们就有那些节 然后那个棋是三角形的 有棱形边的 就是他们的村里面的活动的棋 这是日常生活的 请王猛去讲座 他一看 他说 在拍电影吗 他说 不是拍电影 是他们村民日常的 他们有些 狼牙的三角棋 心界 但是这个好坏也是两说的 比方说 他保持到现在难的财产 传丁不传女 有一度有一些 英国留学回来的议会议员 要替他们的 新界的女性打抱不平 说男女不平等 结果新界的男男女女去示威 说我们就要保持这个传统 你还没得干涉 就是说 但是他另外有些 这个民俗 香港新界是最多的 你说他 层层的这个中国的传统 这个渝兰盆解 什么什么 很多很多的 我现在觉得 他没有中断过 你知道咱们这个大陆 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文革 包括建国后的 什么都砸烂了 你知道砸烂之后 为什么咱觉得 现在出席什么场合 都有点觉得虚伪 都有点觉得那么不自在 劲劲的 装扬算 为什么 因为我心里没这个东西了 我这个六七年 长大的 心里没了 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波涛 所以我们造的 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你过去你要中国 你比如像台湾 他没有断过 比如你跟他讲孔子 他很油然而生 那是很了不起的 对吧 现在你跟中国人讲孔子 有没有点装蒜 你因为你根子上 你包括你甚至说 为什么现在我就觉得 在大陆干什么 都像是演戏 虚伪 因为心里没有 我跟你说 我看过一个人的 写的回忆录 文革的回忆录 给我很深的印象 他说 我们经过了文革 那种面对面的揭发 斗争之后 人人间最赤裸裸的那种 得到平反之后 我们互相间见面 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再也没法变成 推心致富的好朋友 因为我们互相见过 对方最丑恶的面目 你知道 就大家曾经 以最丑恶的面目相向 老婆揭发老公 老公揭发老婆 你和解了之后 所以他说老婆 没有翻面以后 是最特定的 你和解之后 伤害性最大 没错 和解也是过个手 你还是扫没打眼 我觉得跟老子 这个皇帝 你要是中间这个 没断呢 是很自然的 清明啊 是负责的 谢谢你